大家好,我是大便老师 咱们接着上几个继续 顶部导航栏呢,咱们先做成这样啊 后面呢,其实还得优化 一步步来,咱们呢,先别着急 将来呢,咱们做一下一级菜单 我先切换到浏览器 咱们看一下啊 当我鼠标悬停在不同的菜单时 这个字体颜色呢,会发生变化 除此之外 当我点击不同菜单的时候 还会关联出不同的下级菜单 好了,咱们回到Action 将来我带大家做一下 我先拖入一个灰色矩形 它的宽度呢,我设置为120 这个高度呢,我稍稍调整一下 关于这里面一级菜单的高度 还有这个顶部导航栏的宽度 大家呢,暂时先不用太纠结 后面的课程我会详细给大家说 如何让咱们这个框架 可以自适应浏览器的高度和宽度 也就是咱们之前看到那个效果 我们看一下啊 它可以恰好的填充整个浏览器 这个一级菜单的填充颜色呢 我选择黑色 将来呢,我再拖入一个矩形框 它的宽度呢,我还设置为180 高度呢,小一点 咱们设置为40 双击,我在这里面输入首页 然后呢,我复制它 我再复制它们俩 再复制一个 这个呢,我叫商品管理 这个呢,我叫类目管理 这个叫属性管理 这个叫品牌管理 接下来呢,我切换到字体元金库 我在这里面搜索图片 把它拖出来 这个图片的字体大小呢 我选择14号字 跟大家强调一下 字体元金库里的这些小图标 其实呢,就相当于字体 想调整它大小 只能是咱们通过改变这个字号 它跟图片 或者是icon里面的图形 它是不一样的 好了,我先Ctrl加C复制它 然后呢,我把它粘贴到首页的前面 加俩框格 这个呢,也是 加俩框格 其他桶里 咱们都这么操作 我把它删掉 接下来呢,我选中它们 然后呢,咱们点击这个左侧对齐 咱们切换到样式 在编具这块呢 咱们把左侧的编具 给它改为20 好了,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看起来就比较合适了 但这个20呢 也不是定死的 你设置为10啊 或者15都行 这里面这些小矩形框的颜色呢 我给它添成黑色 跟它都一样的颜色 字体颜色呢,选择白色 好了,咱们接下来呢 把它移动到这个位置 以上的准备工作呢 我就都做好了 接下来我开始添加交互 当鼠标悬停在不同的菜单时 字体颜色会发生变化 所以呢 我需要选中它们 然后右键 咱们点击交互样式 在鼠标悬停这个选卡下 咱们呢要勾选字色 这个字色呢 也就是字体颜色的意思 接下来呢 咱们选择这种灰色 好了,咱们点击确定 将来为大家做一下二级菜单 咱们呢还是需要先切换到流感器 然后咱们看一下 大家看啊 当我点击首页的时候 对应的是首页的二级菜单 我点击商品管理 对应的是商品管理的二级菜单 其他的都同比 所以说这个二级菜单里面 它包含了五种状态 因此呢 咱们就得需要借助动态面板的知识了 我先回到AX 将来呢 我从DFOD圆军库中 我直接拖入一个动态面板 我把这个动态面板呢 放到这个位置 它的宽度呢 我设置为140 高度呢 跟一级菜单的高度 咱们保持一致 加来我双击这个动态面板 这里面默认有一个set1的状态 点一下 我以它改为首页 然后呢 我再添加四个状态 它们分别是商品管理 类目管理 属性管理 以及品牌管理 好了 我接下来先切换到首页 我拖入一个矩形框 这个矩形框的宽度呢 咱们让它和动态面板的宽度保持一致 它的高度呢 我设置为50 这个天中颜色呢 暂且不变 然后呢 我双击输首页 选择左侧对齐 在样式这块 编剧的值呢 咱们先设置为28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值呢 是我根据之前做好的课件来的 大家客户自己做的时候 我这个值仅供参考 加来呢 我复制这个矩形 这个呢 我双击输入系统首页 然后呢 我在它前面再加一个小项目符号 就是这个小颜点 现在呢 有点太靠右了 我改变一下它的左侧边距 这块呢 我给它改为0 好了 现在呢 看起来就比较适合了 我先关闭它 接下来呢 咱们给这个动态面板 加个天中色 在天中这块呢 咱们选择这种灰色 好了 咱们双击进入动态面板 这个系统首页的颜色呢 我让它跟动态面板的颜色 保持一致 所以呢 天中色 我也选择这种 接下来 咱们选中系统首页 我在它上面添加交互 咱们切换到交互 然后呢 点击新件交互 找到单击时 在元件动作下 咱们点击设置选中 选择当前元件 下面这块默认 当前元件的值为真 点击确定 再来呢 咱们在它上面右键 然后点击交互样式 切换到选中这个选卡 咱们先勾选天中颜色 当咱们选中系统首页的时候 我想让系统首页的天中颜色为白色 就是现在默认的这种 字体颜色呢 咱们就勾选这个字号 字体颜色 我想让它变成这种绿色 好了 咱们点击确定 接下来呢 我复制它 把它放在下面 这个呢 我就要登录日志 然后呢 咱们选中它们俩 鼠标右键 点击选项组 在这 我们给这个选项组啊 起一个名字 比如呢 我就叫首页 我临时插一句啊 有些同学 他这个学习的跳跃性比较强 关照课程的顺序来 这是听一点啊 那看一点 就比如咱们这个案例里面 涉及到了交互样式和选拥组的知识 如果你没有学习前面的课程 那你在学这一块的时候 肯定是比较吃力的 我接下来继续说啊 咱们先点击确定 然后呢 咱们关闭这个动态面板 咱们预览发布看一下效果 我点击系统首页 那么系统首页所在的这个区域 就变成了白色 点击登录日志 登录日志所在的这个区域 也变成了白色 同时 它们的字体颜色呢 也会随着我 鼠标的来回切换而发生变化 好了 咱们先回到H 这节课呢 我把一级菜单 还有二级菜单的雏形做出来了 其中二级菜单里面 我只是把首页这个状态做完了 剩下的呢 是我给大家留的客户练习题 我希望大家呢 都能做一下 咱们这节课内容就这么多 下节课咱们继续 谢谢大家